在經歷神營會的時候 神已經在裡面大大的医治我 祂讓我的血肉 板機子都幫我医治好了 甚至於在我參加在這個更生法案的 因為經濟的問題參加更生法案的時候 神也讓我通過 這次律師告訴我說 以我的條件是完全不能通過的 可是神卻也這樣子的幫助我 因此在這一次要參加G1營的時候 我抱著非常大的信心 我相信神會在G1營裡面医治我 但是呢 第八次的G1營呢 正好是我的母親節的大檔期 那因為我在百貨業上班 這個檔期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我跟我同事兩個人 只能做兩個人要做三百六十萬的業績 可是神呢 祂不是喔 祂就讓我突破這三百六十萬的業績 並且再短短的十一天 讓我能夠非常非常地順利地 能夠來參加這一次的G1營 那在參加G1營的時候呢 之前呢 我並不是就這樣來參加 我是一直在禱告 我天天禱告 我求神祂一定要幫助我 祂一定要給我話語 那我在這一次的G1營呢 我一定要得著 應該得著的 並且祂的一句話給我就好 我能夠聽下去 能夠照做的就好 有一位姐妹是一個帶刀者 當我在 她請我們閉上眼睛的時候 帶刀者這位姐妹 我跟她完全不認識 祂就告訴我說 神要我把我心中的重擔放下 祂願意 祂會幫助我 讓我達成我想要的 那祂會讓我建立一個非常美好的關係 我就照著祂的意思 我相信神一定會幫我 接下來 因為到了孤兒的靈的時候 神讓我想到我二十五歲的那個時候 我的奶奶過世了 她是最愛我 最疼我的 過了四年之後 我的父親也過世了 神讓我回憶起那個時候在我心裡面 我就有了一個視野 我不敢太愛我的人 因為我怕他們離開我 我只剩下一個媽媽 所以我不能太愛他們 又因為是這個樣子 神讓我恍然大悟 為什麼我跟我先生會在已經分居了兩年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在這當中 我害怕我太愛我周遭所有的人 我太害怕他們會離開我 我不再是把全心全已經愛到 當然我也很愛我的兒女 可是原來我對他們 都是有一個保留在那個當中 我回到家之後 我回到家之後 我跟神祷告完之後 我就說 我願意把我自己放下來 我願意用神大大的充滿我的愛去愛我周遭所有的人 在保護公司有一位同事 我已經跟他一年多沒有說話了 我就放下我自己 我告訴他 我們和好吧 我們互相幫忙吧 那他也非常開心 因為我先跟他講了這些話 我們就真的就和好了 接下來就是我要跟我先生的關係 我一定要讓他能夠在短期時間能夠回到家裡面來 因為我們已經分居兩年了 那我就跟我先生再去跟他講 本來我們是完全不說話的 可是我現在我先生也開始能夠我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能夠回應我了 我要用神的愛來愛他 我期許我能夠在短期間時間 能夠讓我的家人能夠在一起 合在一起 從一個幸福的家庭 也讓我的孩子們跟我的先生 能夠跟我一起來服侍我的神 我真的要感謝我的神 將所有的榮耀 歸給我在天上的阿爸天父